這個話這一題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它的邏輯是這樣 我如果今天後面要串084 理論上我前面要補幾個0 理論上裡面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其實它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我可以先在旁邊做練習 我們可以先用公式的話 我可以先打一個等候 等於什麼呢 補幾個0就是3減掉L1N 然後後括弧一下 然後算它這裡面幾個字 所以如果假設 刮弧之後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84就要補一個 當你像下填滿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說 各要補幾個0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補一個0沒錯 這個補一個0嘛 這也是一樣 這個都三個字所以不補0 都是0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 所以我得到這個用3去減 因為裡面一定要三個字 那我如果要補幾個0的話 接下來我可以再把公式 三減掉L1N這個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呢 所以我再插入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呢 你看到Texter的話 一定是文字 文字記得一定要前後雙1號 反正文字就是有雙1號 它跟數字不一樣 如果是文字不能計算 數字才可以計算 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因為會發現很多人 對於資料型態的問題 會比較容易搞不清楚 好那我們就補0對不對 要補幾個0 那我就用3減掉L1N這個把它貼上 或者你自己打在這裡也可以啦 那我會出現說 補幾個0呢 減完之後一個 所以補一個0 然後按確定之後就OK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是0嘛對不對 那如果後面的8是什麼 再把它加 所以後面加end就好了 end 然後再把這個G4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串到後面 串的話就是end endG4 好那打個勾 OK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就會084出現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以下的話理論上應該都會是三個字了 OK 那如果這樣OK的話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公式放到前面去 這樣就OK 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它這個產生的資料喔 它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它一律靠哪邊呢 靠左邊對齊有沒有 所以你要有一個敏銳度喔 如果這個資料假設是靠左對齊的話 那表示這個資料是一個文字 OK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一律靠左對齊 那什麼時候呢 會是靠右對齊 如果它裡面放的資料是一個數字的話 那它就會靠右對齊喔 這可能要有一個敏銳度喔 因為這個很容易造成錯誤的吧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我們就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再跟前面這個做結合 所以喔 我們剛剛是and 居式嘛 所以這個and 居式的地方呢 那我其實就可以把剛剛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居式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我就怎麼串呢 這個有沒有 把這邊的公式 再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居式的這個上面 把它蓋掉就好了 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就變成and rept 瓜糊 0 然後呢 用3去減掉它裡面的字數 然後就串一個0 然後and 84 所以084就出現 打個勾看看 有沒有 不對 這邊前面好像多一個and 多一個0 再把它delete掉 OK 好 然後打個勾 這樣的話應該就會是0911 欸 084 好 那當你向下填滿 應該這個OK了 那可是呢 後面還有007嘛 欸 可是007的 這個串接方式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084很像喔 欸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要把這個公式直接沿用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有沒有 and rept 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後面來 一樣and 這一串 欸 不過 更正一下 應該連那個and-減號可能也要喔 因為它後面其實也是個減號嘛 所以and-減號 然後呢 再 那個什麼 and的rept這一串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G4的後面 記得喔 每 儲存格跟文字要串接一定要and的符號 OK 好 那可是你打勾的話 它一樣是084 那不對啊 我要00這樣怎麼辦 把這個後面的G4 改成H4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是H4嘛 點一下 或者是說啦 我是用點的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把這個 G 直接改H 欸 這樣也OK啦 反正就是把那個 它的欄 本來是G欄 變成H欄 打個勾 這樣OK 沒有發現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底下的手機號碼 就完全符合題目一樣 就要求的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因為今天可能開個頭 然後呢 我們用就是兩個函數 一個是REPT 一個是LEN 把這個公式給串出來 OK 所以這個公式的話 那你說老師 那這公式我做錯的地方怎麼辦 你這邊畫面可不可以讓我看到 如果你將來要參考的話 跟各位講雲端白板上面有答案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文件 黨名其實就跟範例黨一樣 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上面其實也有答案 所以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你一直做一直錯 卡住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捲動到這個文件的第三頁 你可以看一下 我將來會跟你講說 我的資料放在這一個文件裡面的第幾頁 你可以看右邊的卷軸 那這個第三頁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打的公式就在這裡 一模一樣 那假如說你一直出錯怎麼辦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我的公司跟你的公司 貼到一個地方比對一下 比如說你一直出錯 你可以把這個公司複製 然後可能貼到WORD 或者貼到記事本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哪個地方少打 或哪個地方多打 就可以找出問題的地方了 所以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試看吧 這個是今天的第一個練習 那這個範例下一次還會用到 所以你們看要不要存檔 如果不存檔的話 下一次記得從這邊開始 公式反正從這邊 當然你說這個方法不OK 這個方法其實好像不太OK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 下一次再看好了 甚至後面我會教大家 可以把它變成層次 也就是說你每天都做的事情 你可以按按一下 按下去 自動手機全部都有了 再按一下 自動手機全部都清空了 OK 所以這下一次再來看好了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就是開個頭了 所以今天的話 沒有這個練習的作業 但是下一個禮拜開始 我們每一次做練習 就必須要幫我把它存檔起來 那我會開 開一個作業區在Model 你就把做完的結果 丟到Model上去 就等於完成這個作業了 OK 那不然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如果你要預習的話 記得就是自己再加一下 那個教學論壇裡面的 這個論壇裡面 你記得要給我你的那個 你的學號姓名 然後我至少要知道說 你是上這個班的同學 那我會幫你把它加進來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 我這邊好像也看到一些 但是有幾個同學 但是有幾個同學好像是沒有 給那個 像這幾個同學是有 有那個 給學號做 那有幾個同學 這兩個同學好像是沒有 給那個 學號跟姓名的 如果你是這兩個同學 可能就是自己再跟我講一下 不然我可能就沒辦法幫你加進來 今天先到這裡好了